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我是Sandy,欢迎轮远投顾的林志勇分析师,龙哥好 Sandy你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啊,那很多人就会在怀疑说主力是不是提前落跑了呀龙哥 是的,这边我们想来先帮大家追踪资金还有形态 那Sandy,龙哥想问你的是,龙哥一直在节目上讲资金讲形态 相信呢你都会背,我会背了 对,那你帮龙哥跟投资朋友讲一下 好,那目前这个大盘呢是在一个大型的区间震荡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新台币的汇率走势还是持续在升值的 没错,我们给Sandy拍拍手一下 所以这边的龙哥节目一开始呢,要来帮大家追踪一下资金还有形态 首先呢,看到这个新台币的汇率走势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只要新台币没有出现连续性的重别的话 代表说资金还是持续流入这个台湾的加权指数里面 那投票你想一下,央行不喜欢外资的parking在货币市场 他们不喜欢他去炒汇 所以这边如果parking过久的话,一定会把这些资金赶到股票市场 那股票市场你就想一想 如果股价有跌的话,那这些热钱会不会进来去买股票 一定是会的 所以刚刚提到的主力有没有开始在绕跑,外资有没有开始在绕跑 中哥认为这边是打一个问号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加权指数的一个形态 形态上来看的话,它仍然是维持着一个区间形态 那你可以看到下方中哥多给大家外资投信还有主力的一个买卖超情形 那你可以看到外资投信跟主力呢 主力都是呈现一个买超的 那或许你会说中哥那千钱有卖 那千钱有卖中哥认为也挺合理的 因为目前就是处于一个区间震荡嘛 区间震荡有高,他们当然会想卖嘛 有低,他们当然会想买嘛 所以目前形态或是资金来看的话 似乎投票,你不用过度担心 真的要担心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 它开始跌破区间下缘的时候 所以这张图中哥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它非常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把它牢记在心中 那过往如果行情要开始反转的话 通常会有几个现象 通常你也可以把它一并做观察 第一个月线,月线已经开始下弯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反弹来到月线 就已经止住了 那今天就是顺色往下 这个也符合目前的区间盘心态 所以后续如果月线往下灌破这个季线的话 那季线也会开始慢慢走平下弯 到时候才是你要担心的地方 再来另外一个你可以观察什么 观察MIS恐慌指数 这一点呢我们也跟大家提过非常非常多事 当股价在跌MIS暴涨的时候 那时候才会有鬼故事 对,就危险了 对,所以这边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 因为目前大盘还是处于一个区间形态 那或许你会跟这种哥讲说 那这种哥等到那时候就不就太慢了吗 那这种哥也想反问大家的是 真的太慢的时候 那真的太慢的时候 你是该做什么动作呢 很多投票你知道他已经转落 却一直舍不得走 然后就让股价一直下去 这样才是叫做真的太慢了 你反而要去留意什么 他来了之后你能不能严格去执行他 那如果这边你不能严格去执行他 你当然觉得好像有点慢吗 但是如果你能严格执行他的话 斯文哥相信在这个区间震荡盘 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了 差别只差在你能不能怎样找到这些机会 就好像我们跟大家提到二线速化股 你可以看到今天1305的华夏还是往上 往上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还有203的这个星光钢 最近呢今天有开始流入到钢铁类股 那投票总哥这边也相信 这些个股呢投票你一般呢都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一般投票你都是做这些电子类股 没错 但是目前资金就不在电子类股啊 所以你会觉得说最近的盘有点难做 最重要是你没有好好去追踪资金流向 那资金不在电子类股身上 反映到目前的盘面上就是加权指数 不容易往上去创新高 不容易站上这个月线 所以区间形态还是有很多个股 可以让投票去做找寻到操作的一个标的了 所以这边请大家不用预设任何立场 这边请大家追踪资金流向 还有这个形态是否改变 形态并获取走势是不是有开始跟着转变 那今天这种歌想跟大家做一个教学相场 每个周末我们都希望大家回去呢 有点事可以做 这种歌不但呢不但给你鱼吃 还希望教你怎么去做钓鱼 所以我们先快速看到这几档 这几档形态的一个个股 首先看到2455的全新 跟这个6213的这个联帽 跟这个不好意思这张重根没有更新到 这张是6274的这个台药 所以同朋友你们看到这几张现行 有没有一个什么共同点 共同点还在盘整 对都是在盘整股票 但是它在盘整股票 同朋友它先前已经先跌一段了 目前大函区间震荡 重根不能否认 有些个股是先行做了一个修正 那先行修正的股 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开始在走一个横向整理了 你可以去找寻这类的股票 通常这些在走横向整理的股票 它的低点都是有什么 由利空去测试出来的 所以不管大盘在怎么震荡 它就是走一个横向整理的区间 那横向整理区间 就提供了各位同朋友 一个进场的一个好机会 你可以在量缩震荡拉回 没有破跌的时候 总共这四大原则还是没有改变 你买在量缩的时候 然后卖在喷出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这种横向打底的过程中 这边个股都有往上去做喷出 所以你在这种横向整理区间 先去买进 你可以在这个区间来回高低插座 留住你的基本单就好了 那留住基本单 它往上喷出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些筹码 卖给有需要的人 所以目前的行情来看的话 有些先修正了 再横向打底了 看起来是有什么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而且这种刚刚跟大家提到最小损失点 为什么要提最小损失点呢? 因为我们进场你都要先想好你的风险在哪边 那这横向整理区间 如果你是买黑卖红 买黑卖红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出场点非常非常好设 你就是抓近期的地点 好比说我们看到这个6213的连帽好了 今天来看的话 是在先前来看的话 因为它是这打已经喷出去了 先前来看的话 大概抓120好了 120如果你抓近期的地点 115 110块 你了不起 只是损失了10块钱而已 那如果它反弹上来 你这边就可以顺势把它给卖掉 总统认为这样风险报酬比挺好的 所以总统认为这个礼拜可以好好看一下 有哪些个股市先修正 然后走一个量缩横向整理的区间 这个区间是让你进场用的 原理上你买黑卖红 买黑卖红 来回高低差错 留住基本单 基本单在它往上喷出去的时候 这边就顺势卖给有需要的人 那总统还要跟大家复习一句话 怕输了你就不会赢 怕怕你就不会赢 所以这边你要去怎样 你这是找到机会之后 风险报酬比是你可以接受的 你就去勇敢的出来看看 那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 全新或是连帽或是这台药 其实盘面上还有很多个股 是走这样横向整理 然后往上去做喷出的 所以这个周末你可以好好去看一下 有哪些个股正在走一个横向整理的 那总统给大家一个鱼竿 如果你感觉太累的话 不如加入总统群组 直接吃鱼肉 所以总统群组 莱腾跟Telker就欢迎大家加入 以上谢谢 是感谢龙哥大分享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